一家子都是残疾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大家好,我叫葫芦,贵州远家江西 老公和公公都是盲人,我也是残疾人 这两天儿子发高烧,说想吃黄瓜炒火腿肠 早上烧退掉,我来买菜他也要跟着 一个人带的小孩就是这样的 每时每刻都要念着你 买菜回来把饭煮上 早上放到洗衣机的衣服也洗好了 拿出来塞到阳台上 好几天没有洗衣服了 小孩生病要念着我,都没有时间做家务 塞完衣服来看一下我儿子躺在沙发上 摸一下感觉又开始骚了 我心态要崩了,最怕小孩生病 一天24小时守着 看他难受的样子,觉得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 快中午了,我赶紧弄点饭给他吃 生病了也要好好吃饭 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 这个是野生鸽粉,用来煮黄瓜 锅里倒点油,把火腿肠煎一下 然后再放黄瓜一起翻炒 翻炒一下,加入调好的野生鸽粉煮一下 最后加一点点生抽就好了 鸽粉是清热解火的 想着这样弄给小孩吃会好一点 饭做好了,快速的去给老板送饭 赶紧回来弄饭给儿子吃 虽然人不舒服 喊吃饭还是麻溜的爬起来 看他难受的样子又心疼 让他坐着喂他吃 平时要求他要这样要那样 现在只想他健健康康的就好